大家好又到我有东西讲了 较早前教育局已宣布稍后将会为中小学生等等服货 我们见到家长即时已有很多反应 我们收到的很多反应就是家长主要问暑假安排会如何 其实现在教育局对于来近的暑假安排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引 这个也非常不理想因为家长只会觉得有些无所适从 事实上在过去一段时间由于疫情的关系 很多小朋友不能够回学校上课 在家的学习都有机会令整体的学习进度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现在很多家长都会问是否可以善用暑假的空间 学校可以提供一些学习进度追翻的一些安排呢 所以暑假方面的调整这个是有需要去跟进和处理 我们要求教育局应该尽快去给清晰明确的指引那些学校 做一个明确的暑假的调整的安排 好让那些家长就不会无所适从 教育局不能够就手旁观 随便放任所有学校各自处理 如果他不给一个清晰的指引那些学校的话 最终就是家长无所适从而已 所以我们要求教育局一定要给明确的清晰指引 处理好未来的暑假的调整的安排 好让那个家长希望如果小朋友追回一些学习进度等等 这些要求都能够有效地满足 我们会继续帮大家跟进这件事情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